第五面天氣圖 中央指向局的網站 你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張地面天氣圖 這樣的一張地面天氣圖上 你就會看到有H高壓中心 L低壓中心 然後看到這裡有冷風的風面 這裡有自流風的風面 這裡有暖風的風面 高壓中心低壓中心 風面系統颱風等等 這就叫做天氣系統 所以你只要能夠有一張地面天氣圖 你就可以從地面天氣圖上看到 這個地區有什麼樣的天氣系統正在發生 這一張圖是所謂的地面天氣圖 地面指的就是海平面這一個高度 這樣的一個地面天氣圖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會設置地面觀測站 地面觀測站要觀測這個地方的氣壓 氣溫 風 雲 降水 濕度等等這些特性 把地面觀測站測的資料把它標示在地圖上 我們的氣象觀測站都設在地表 可是地表的高度會剛好是海平面的高度嗎 當然不會 我們必須把這些資料再轉換成海平面這一個高度的質量 台灣在玉山山上就有這一個地面氣象觀測站 哇 它在加近4000公尺高的地方 所以它測到的氣壓值要填在圖上的時候 不是直接標它真正測到的壓力 倒氣壓力有多大 它必須把那邊所測到的氣壓、氣溫這些資料 轉換成海平面的數據 然後我們才把它填在這個圖上 這個圖上呢 為了讓所有我們觀測的數據資料 比較容易一目了然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畫成符號 這個符號我們就稱之為 叫做天氣符號 把天氣符號放大來看 就是講這樣 這一個符號就標示了一個地面觀測站 要觀測氣壓多大 氣壓怎麼變 雲高度如何 雲的形狀如何 雲量有多少 這裡的風、風向如何 風速如何 這裡的溫度、氣溫多少 這裡的溫度 溫度呢 它就用露點溫度來表示 所以這裡的露點溫度多少 現在天氣如何 降水量多少 一定要會看的 第一個 我們在地面觀測站字裡 畫了這個圓圈圈 這就代表雲亮 所以如果這個圓圈圈是全白 那就表示萬里無雲 雲亮八分之零 如果全黑那就代表雲亮八分之八 那如果一半白一半黑 雲亮八分之四 剩下的不用背 所以顯然這黑的比一半多 所以雲亮應該是比八分之四多 大概簡單的概念知道就好 接著看這一個棒子很重要 這一個棒子標的就是這裡所測到的風向 從這個圓圈圈觀測站的位置 指出去 這一張圖上方為北 那你可以看到這根棒子指向西北方 我們就說觀測到這裡 吹的是西北風 風速多大 那就是這根棒子的末端 你看畫了這一些線條 這是用來說評風速 如果畫一根長的 那就是風速每小時磁海裡 兩根那就是風速每小時二十海裡 畫一根短的那就是風速每小時五海裡 風速每小時五十海裡 我們就會畫一個三角形 這就是風速的符號 總畫在末端這裡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數字一二八 這個就是大氣壓力的值 寫一二八那大氣壓力是多少呢 海平面大氣壓力值 原則上應該是在一大氣壓上下變化 一大氣壓是一零一三百化 所以這個數據應該要跟一零一三 不可以加太多 所以這代表的是一零一二點八百化 左上角這個數據是氣溫 左下角這個是露點溫度 露點溫度可以用來表達濕度的大小 如果你看到氣溫二十七度 露點溫度二十六度 露點溫度跟濕氣氣溫相差越小 那就代表這裡的空氣相對十度變高 不要忘記所謂的露點溫度 就是恰達水氣溫河的溫度 地面觀測站所觀測到的數據 轉換成海平面這個高度 都已經填在圖上了 接著氣象預報員就要先做一件事 那就是既然有各個地方的 大氣壓力的值了 就可以把壓力相同的地方 把它連成圓滑的風壁曲線 這樣就叫做等壓線 當你把等壓線畫出來之後 就會看得出來 1012 1008 1004 1000 越往這裡的中心 大氣壓力越低 而且這裡的等壓線還繞成一個圈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中心 往中央氣壓越低 所以這就是一個天氣系統 叫做低氣壓中心 然後再仔細看這個範例裡頭 等壓線在這個地方 特別都往外突出去了 所以表示在這個地方 壓力都比四周顯著的低一些 所以等壓線條會特別在這個地方 彎曲成這樣 然後你再由天氣符號的紀錄來看 兩側的風向截然不同 這一側的風向都偏北 這一側的風向都偏南 如果有天氣符號清楚一點 你再仔細看 兩邊的氣溫 也有顯著的差異 這顯然就是一個風面 我們說風面在兩邊 就是兩個不同的氣團 溫度濕度風向都會截然不同 所以我們由大氣壓力的分布 由我們是觀測到的風、雲、溫度、濕度等等 所以我們就可以判斷出天氣系統在哪裡 只要一旦做出地面天氣圖 我們就可以從土裡面去分析這個地方的天氣系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